好,現在呢先來Bikku Camela逛一下好不好 這間呢就我自己的印象啦 如果是以這邊的連鎖店竟然來講還蠻超值的 以前呢買熱膏或買電玩的東西也都會來這邊逛逛 包括有一些吹風機啊這些東西也都會跑來這邊逛逛 如果來日本應該蠻多人都會來這邊逛逛的 沒關係,我們先出發帶大家逛一下Bikku Camela的電玩周邊 還有電玩遊戲吧,GoGo 這邊的主機呢有幫大家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是新台幣8000...3、8400左右 以現在的匯率來算啦 市有比較便宜,差了大概1000塊左右 不過這1000塊可能在台灣買就是差一個保固 大家要真的好好的考慮一下 這邊的話呢都是一些... 預購的東西,鑰匙 機器人大戰T,這個真的...應該蠻多人會想買的吧 這個也是,哇...所以它有...特別的版本 PRO 的手把看起來,它的價格就...沒有差到很多 大概1900多塊台幣啦 現在的匯率算起來 那以遊戲來看的話呢,其實這一些... 大概都買了 那日本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這個...這個就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這個好像在台灣沒有什麼看到 日本的降級 不得不說,這邊的周邊配備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蠻有趣的周邊 這個周邊看起來跟...有些空拍機要加強那個... 畫面有沒有...就是...在大太陽底下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 非常的雷同 因為它多了一個... 罩子在外面 呃...如果在陽光比較大的...狀態之下呢 也可以很輕鬆玩輸一局 這樣看起來...有點太熱了吧 這個是...呃...它把... Type C 從下面接出來 看起來呢,好像是可以對應...應該說解決一些...熱的問題 因為...原廠的大殼它的...熱能喔 是比較難善失的 因為畢竟它前面跟後面都有一個塑膠殼的罩住 那這一個...不知道有沒有辦法順利解決 很多...類似皮套的東西 都是來造...我們的Switch主機 Joycon專用的...攜帶包 這個好像在台灣有看過 不過...個人覺得實用性好像還好 這一個就厲害了耶 因為看起來呢...是一個...懶人專用 不用手持也可以...直接玩一個平板模式的遊戲 有沒有人會考慮買這一種的 這一個是可以把Joycon接在... 類似像鍵盤的東西上面 所以呢...如果再輸入文字的話...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也是...蠻特別的裝備 不過...因為現在不能輸入中文 所以相對這個設備喔 在台灣來說...不知道...它的用處可以把揮到多大 這邊的保護殼... 真的非常的多...款式超級多的... 等一下應該會買一些回去...就是來做開箱啦 這個應該大家在IG上面有看到的...羅卡拿起來打卡的 那它旁邊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款式 一種...兩種...三種...四種...五種...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比較類似的...這一個... 這個是單一顏色... 也是蠻酷的... 它就是一個小小的...應該比較算支架... 那如果以這個價格來看喔...算是相當的便宜 在這邊呢...其實連...保護貼都蠻講究的... 像這個... 這個是可以反射陽光嗎... 啊...衝擊吸收啦... 然後這邊...這個是可以綁指紋 然後這個呢...是對眼睛來說比較好...應該是低藍光之類的 然後這個也是綁指紋 這個可以讓畫面呢...更鮮明一點 這應該也是抗指紋 抗菌...厲害吧... 然後這邊的...手把呢... 就是還蠻多的...整個可以... 稍微參考一下...不過跟有多巴西的感覺是... 蠻多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到時候就是看價格...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比Cook Camela的價格會低一點... 哇...Type-C的車充... 這個...如果以後在車上呢... Switch電力不夠的話...還可以有這個... 例如說像過年啦...或228年假這種有沒有... 塞車的時候可以在車上玩Switch... 但是...駕駛就很可憐了... 在這邊其實3DS的遊戲喔...還是蠻多的... 整個還算蠻多的... 非常的多... 附廠手把... 那這個附廠手把... 有限無限都可以對應... 然後...應該也有NFC... 非常的多喔... 功能算是蠻強大的... 不過價格的話要1000多塊錢... 喔...介於一些... 比較便宜的附廠... 跟原廠Pro手把之間的價格... Holy的...Holy的好處就是... 有... 原廠授權... 好不好... 那這個的價格也是... 差不多在1000多塊... 喔... 然後在這邊也有看到一個... 這個應該是類似C-Force那種功能的啦... 因為它就是可以把Type-C直接接成... 呃...有USB啦...跟... HDMI等等的... 等於是把它接出來外面... 喔...這個也算是一個... 取代Duck的周邊配備... 上面有寫喔... Potable...Duck... 左右兩排... 超級無敵多的AMIBO... 好不好...超級無敵多的... 那有一些AMIBO... 算是... 比較... 特別一點... 然後下面這裡還有... 呃...都是... 收納包... 喔... 蠻多的收納包... 但是有些收納包太大了... 就沒有帶了... 據說... 這個耀西... 毛線耀西... 好像... 蠻多人很喜歡的... 不過在這邊... 好像沒有看到全新品... 超級多的... AMIBO... 整面的... 數位遊戲可以買... 包括... 點數卡等等的... 那點數卡的部分呢... 其實... 像下面這個... 很多人在問說... 如果要買... 網路上面的遊戲... eSharp的遊戲... 要怎麼用... 例如說... 像這種... 1500元的點數卡... 就是... 相對應存進去裡面... 如果說... 是選擇... 日本的eSharp的話... 就可以來選擇... 低價格... 來去... 用點數購買... 像這種... 任天堂點數卡... 在這邊也是蠻多的... 那在台灣的話... 應該是... 有一些電玩店會... 販賣喔... 好像... 有沒有缺貨啊... 台灣不知道有沒有缺貨... 再來的話呢... 就是... PSBO... PSBO... 有算了一下... 大概是... 一萬一千二左右... 也是比台灣... 略便宜一點... 不過之前有特價喔... 是比這個價格... 還要遠遠的更低的... 然後這邊也還有... 薄型的... PSBO... PSBO的手把... 非常多... VR... PlayStation Plus... 喔... 這個也是一樣... 跟剛才那個... Nintendo Switch Online的意思... 很像... 然後... 有很多的... 手把... 這個是雷蛇嗎... 什麼... 雷蛇手把... 哇... 雷蛇手把... 這也是一種信仰... 一個要... 兩萬七千... 七百九的日幣... 還蠻可觀的... 旁邊這裡有一個... 比較便宜... 然後... 不知道差別在哪... 啊... 按鍵... 按鍵有一點不一樣... PSBO的遊戲喔... 非常的多... PSBO的遊戲... 然後包括... 電競耳機... 這個之前應該有... 開箱過... 這個東西也蠻酷的... 因為它可以把它... 裝在... 耳機洞上面... 然後呢... 連結... 耳機之後啊... 它可以做一個... 線控的功能... 然後可以... 把麥克風做一個... 開關... 這樣子呢... 比較不會... 就是... 不小心講到... 不該講的話... 然後... 結果就跑出去了... 算是還不錯的... 一個小裝置... 怎麼看起來像眼睛... 應該是耳機吧... 耳機啦... SBUS的手把... SBUS... Minecraft造型的... Minecraft的豬... 其實還蠻可愛的... 粉紅色的... SBUS ONE... SBUS ONE的遊戲... PSBALL... PSBALL... PSBALL的遊戲... 像這一片的話... 如果以這個價格啦... 算成... 台幣的話... 大概是在2000塊上下... 所以呢... 以價格上來講的話... 這邊的遊戲... 好像是差不多的... 前幾天看到留言... 有人說... 希望我來開這一片的... PSBALL的版本... 應該是畫質提升吧... 順暢度提升... 呵呵... 在Switch上面... 真的有一點... 小小的不堪... Tico Camera有賣這種... 特別套裝... 裡面會有... 這些東西... 價格來看... 這樣子大概是... 台幣14000左右... 台幣14000的話... 如果以主機來看... 9500... 9500... 加這一個... 這樣子... 10000... 10000的話... 這裡算成... 一片1500塊的話... 假設1500塊就好... 等於是... 14500... 然後再來送這邊... 所以呢... 有辦法比較便宜一點... 大家就可以自己算一下... 另外它會包成這樣子... 看起來就是... 非常漂亮... 應該是拿來... 送給我可以啦... 好不好... 謝謝... 好... 買了好多... 兩大袋好不好... 然後裡面有一些東西... 是... 老婆大人的啦... 然後有一些東西... 現在是我的... 那... 有蠻多是要另外買來開箱的... 所以到時候呢... 會在開箱分享給大家看看... 因為這些東西啦... 講真的... 它的數量真的有點太多了... 還在擔心... 那個... 行李箱可不可以帶的回去... 那... 在裡面其實今天有稍微... 做了一下功課... 就是... Switch的部分... 大概台幣... 8300... 8400左右... 是有比較便宜一點... 但是... 在這邊喔... 第一個要扛回去... 它身上有電池... 不管是主機還是Jerrycon都有電池... 所以呢... 要... 記得... 戴在身上... 不能放進去... 行李箱拖運... 不然呢... 會被攔下來... 好不好... 那再來呢... 就是... 少了一個保固啦... 這個... 保固... 就是重點... 主機的部分... 雖然說便宜了1000... 塊左右... 但還是會建議大家... 在台灣買公司貨就好了... 那另外呢... 遊戲在這邊稍微... 算了一下... 遊戲的價格... 應該大同小異... 沒有差太多... 就算呢... 多了一些... %數可以扣... 因為... 這邊是會買超過3萬日幣... 那有另外... 折了一個... 好像7%左右吧... 這個地方... 如果說... 折遊戲的話... 其實也沒有到便宜很多啦... 所以遊戲... 你個人會覺得... 呃... 回台灣買是OK的... 在台灣買是OK的... 那周邊的這邊... 有蠻多... 蠻新奇的周邊... 這次呢... 也有帶了一些周邊... 要回去開箱... 好不好... 那就... 請大家... 繼續期待這些東西的... 開箱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希望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 下次見... 掰... 我們下次見...